欢迎收看魔法课堂 炎炎夏日到来了 气温也慢慢变高了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会选择扎马尾 这种清凉的发型来出门 但是如果只是扎一个基础型的马尾 可不是时尚人士应该有的态度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就要跟大家分享两款风格不同的马尾造型 让你路人大变身 首先第一款要介绍给大家的马尾造型 是比较优雅 比较正式的马尾风格 如果你是在职场当中 穿着比较正式的套装 或者是衬衫的话 这款造型你一定要学起来 我们长头发的女生 平常在扎马尾的时候 就把头发全部都往后顺 但是这时候我会介绍一个小小的工具 这个工具是专门扎马尾的一个月亮型的梳子 那这个月亮型的梳子 它刚好跟我们头型的弧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把头发全部往后顺的时候 非常容易的就可以输出一个漂亮的弧度 这一次要绑的马尾呢 不要贴在头皮上 我们的橡皮圈呢 要距离我们的发根 大概有一段的距离 有这么长的距离之后呢 用橡皮圈来固定 好 把我们的马尾扎出一束 松紧适中的马尾造型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手指 调一下你头顶的弧度 好 我们把发丝都调整好了 发根的烹度呢 也抓出来之后呢 我们用手握住这个橡皮圈 往右扭转 转到橡皮圈 跟我们的发根贴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刚好橡皮圈也藏到了我们的扭转里面 接下来我们就选择这种基础的小黑发夹 从下往上的 把我们的橡皮圈 跟头皮 发根的地方固定在一起 我们记住在下发夹的时候呢 从下往上的固定 把这个发夹固定到 刚刚的橡皮圈的地方 就可以牢牢的把这个时尚的马尾固定住了 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 这一款造型呢 看似简单 但是其实对发质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一定要柔顺感 所以在做完造型之后呢 我会选择用这种不是很强力的造型产品 它是有养护头发功效的这个凝露 轻轻的在我们头顶 还有脸颊两侧这些细小的凌乱的小法师上面 做一个轻轻的涂抹动作 还有我们的发尾 发尾造型的时候呢 发尾一定要有光泽感 才会让整个造型看起来是时尚感的 好了 这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时尚 同时有优雅感的造型就完成了 好的 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第二款的这个马尾造型呢 是带有一点甜美可爱感的 如果你也穿上这个比较浪漫的小洋装 或者是带有一点点公主元素的服装 就可以把这一款马尾学起来 好 这个可爱甜美的这个马尾造型呢 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把刘海的区域分出来 扎紧之后呢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很基础的马尾造型 但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过啦 如果你夏天直接是以这个基础马尾造型出门的话呢 可能就不够精致也不够时尚 所以接下来的动作呢 我们要把刚刚预留出来的这一束头发做一个编法的技巧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把刚刚预留出来的这个刘海部分区域的法术 编成一股三股变 好 我们编呢 不用把它编到法尾 只要稍微编到我们橡皮圈的长度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 我们利用另外一个橡皮圈 把这一股麻花变固定起来 好 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一束的麻花变跟刚刚的马尾 用同一个橡皮圈套在一起 从整束马尾的最下方 取出来一束头发 用这一束头发呢 把橡皮圈缠绕起来 包裹住之后呢 整个造型会看上去更加的精致 最后我们就挑选一个黑发夹 从马尾的下方 把这一束头发固定住 好的 我们第二款呢 融入了边发造型的马尾 就可以让这一款清凉的发型 看上去依然非常可爱 好的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了两款不同风格的马尾造型 在这个气温升高的炎炎夏日呢 大家也赶快跟着动手操练起来吧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护肤 彩妆 发型 或是服饰搭配的困扰 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屁眉网 另外也别忘了关注我的微博 上面有很多的内容等你来看哦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那是在我们的下睫毛下方 4到7毫米的部分 带有珠光的眼影粉 利用其中的亮度 来给我们的眼睛做出立体的效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